各位同学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第十章 长期筹资 这是一个重点章集 跟上我的思路 简单回顾一下它的总体框架 对于这一章来讲 我们主要涉及到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长期债务筹资 对于长期债务筹资来说 一分为二 有长期银行借款 当然也有公司债券 好 接下来第二部分是关于普通股筹资 对于普通股筹资来说 它的具体规定特别多 有一点像学经济法 那么第三部分是关于混合筹资 对于混合筹资来讲 我们一分为三 第一部分是优先股 优先股的内容并不是太多 作为一般性的简单了解 第二部分 那是关于赴任股权证的公司债券 这一道赴任股权证的公司债券 要注意一下它的融资成本的一个计算 现金流出的现实 等现金流出的现实 进而计算则限利 那么接下来 可转换公司债券 对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同样的思路 要确定它的一个融资成本 同样的 现金流出的现实 等现金流出的现实 进而计算则限利 那么后面这两个部分 当然是我们第十章的 关键的内容 重点的内容 好 三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 刚才谈到 关于融资成本的计算 这需要他们有所确定 对于两种不同的 混合策则方式来说 它的现金流出 站在投资的角度 那是现在的价格 现金流出各有不同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要进行判定 怎么判定呢 这个方案可行 还是不可行 就要注意一下 我们算出的这个融资成本 要介于两者之间 哪两者之间 要高于存公司债券 要低于股权资本成本 要注意下 口径统一 要么都算税前 要么都算税后 必须介于这两者之间 这个混合策则方案才可行 这第二个要注意判断 第三个要注意下调整 那如果说不可行 又如何调整呢 对吧 好了 这是我们这一块 重点内容啊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问题 我们谈到的是 诸令 对于诸令的决策 实际上 归根结底 是方案的决策 项目的决策 所以它的一个基本思路啊 不在我们第十章 而在前面的第五章 项目决策当中 好了 这是我们整个第十章 关于长期筹资 它的一些具体内容 有框架了吗 要形成一个清晰的框架体系 好了 接下来 我们进入具体内容的复习 首先是第一部分 关于长期债务筹资 来 看一下重点内容的回顾 那么在这一会儿呢 我们会设计到长期借款 会设计到公司在线 来看一下长期银行借款 对于长期银行借款来讲 比较有特点的 那就是保护性条款 保护性条款分为一般性 分为特殊性 我们重点把握特殊性的五条 特殊性的五条 第一条 贷款 专款专用 第二条 不准投资 与短期不能回收资金的项目 第三条 限制企业高级资源的 薪金和奖金组合 第四条 要求企业的主要领导人 在合同有效期内担任 主要的领导职务 第五条 要求企业的主要领导人 购买人生保险 好了 这一二三四五条 我们简单的看看 有个印象就行了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注意 对于保护性条款 这个保护性 到底保护谁 保护的是债权人 保护的是资金的提供者 为了债权人不流泪 所以我们在理解 这些条款的时候 一定要站在 债权人的角度 为债权人的利益而设定 那对这些保护性条款来说 相当取决于 我们债权人和债务人 双方的一个博弈关系 并不是每个条款都体现 如果说债权人 占得比较强势 条款体现的就比较多 如果说债务人 比较强势 体现的条款 相对就少一斤 看下面的提示 短期借款承受当中 我们周转信贷协定 补偿性余额等条件 同样也适合于 我们的长期借款 周转信贷协定 好 还记得吗 用了的部分付利息 没用的部分付承诺费 那么补偿性余额呢 那是要拿出一部分资金 作为企业在银行的存款 好 往下走 看一下长期银行借款 它的特例 优点 速度快 弹性大 还记得吗 我这个企业缺钱了 找到银行 给银行的行长打个电话 银行的行长说 哎呦 今天晚上我刚好没安排 那行啊 今天晚上咱借款企业安排 拿出来红星二国头 利率8% 拿出来飞天茅台1499 利率5% 这就是合同尽快签 资金很快就到位 那么凡是好说好商量 这个弹性就比较大 速度快 弹性大 它的缺点 财务风险就要大 是啊 定期交付利息 到期归还本金 法定义务 所以财务风险大 限制条款呢 比较多 什么一般性啊 特殊性啊 那明明种种 特别多 好了 这是关于长期银行借款 下面 长期债券筹资 首先 对于公司债券来说 企业在发行的时候 要确定它的发行价 它的发行价格 在前面的第六章 曾经做了介绍 那是现金流出的现实杯 现金流出的现实 站在我们筹资人的角度 就是未来的利息 未来的本金 所以 未来支付利息的现实 再加上到期 本金归还的现实 得到债券的发行价格 好 在这个地方啊 涉及到未来的现金流量 一例按照票面要素来确定 所以这个公司债券一发行 未来的现金金流量 就已经确定 因为利息 是用票面金额 乘以票面利率 而对于本金 那就是我们的票面金额 至于 什么时候收付利息 什么时候归还本金 在我们的票面要素上 都会有所说明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对这个债券来说 发行完了以后 影响债券价值的 那就是我们的市场利率 及责限利 好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 债券仇私 它的优点和确定 它的优点 相比于银行借款 规模比较大 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它的缺点 相比银行借款来讲 发行成本比较高 信息披露的成本比较高 限制条件呢 相对来说 也比较多 在这个地方 朋友们注意一下 前面的这两个缺点 针对于银行借款 后面的这个缺点 针对于普通股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 说这个优点也好 缺点也罢 都要找到它的一个 比较对象 找到比较标准 你看这个缺点 前面两个 相比于银行借款 成本高 后面这个 相比于普通股 限制条件多 好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这部分 点心题目的演练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道题 单项选择题 与长期银行借款相比 发行在线 进行筹资的优点 一定足以和银行借款相比 速度快 显然不是啊 相比规模比较大 这显然是 发行公司债券的一个优点 像资本市场 筹集债务资金 那动辄几个亿 那多着几十个亿 对吧 一照银行借款 你说几个亿 几十个亿 十几个亿 哎呀 银行说对不起 没这么多钱 所以发行公司债券 相比银行借款 筹资规模比较大 那么由于在资本市场筹措 我们税的环节比较多 所以筹资费用比较大 哪里 筹资的灵活性相对就较差 为啥 资金的提供者很多 不可能和每一个资金的提供者 都进行信息的沟通 所以基于此 我们银行借款弹性大 而发行公司债券 弹性就比较小 灵活性就比较差 所以这要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选择选拟 好 接下来看下面这道单项选择题 下列关于债券 偿还原样的说法当中 不认确的是 假设A 债券到期 债券到期 定期付期 到期还本 那到期我们就归还了呗 那又偿还了 把本金给人家 假议 预测未来的利率将要上升 朋友们想 利率将要上升 我们现在还不还债券 你可千万别还 原来假设我们发行的 公司债券的利率3% 发行完以后呢 利率上升到了5% 市场利率上升到5% 你只需要承担原来3%的一个成本 那当然是很好啊 别还 这时候千万不要还 一还的话 你还要资金 哎呦 用5% 那你的成本不就高了吗 选项C 为了摆脱原债券期当中 过多的限制性的条款 还了以后 这些限制性的条款 那就烟消云散 所以选项C 可以还 选项D 为了减少管理费用 将多次发行 尚未到期的债券 合并管理 是啊 这可以还了 那么 在这儿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 预测未来的利率 会大幅度的下降 我们可以提前还 如果说这个 企业 有了多余的资金 咱们可以提前还 对吧 这些啊 在线偿还的原因 你自己都可以想一想 最终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选顺选项B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 关于长期债务筹资 往下走 将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部分 普通股筹资 对于普通股筹资来说 我们需要关注的点 并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很多的 都是一些具体的文字性的表述 那么 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呢 主要关注的是配股 以及发行新股 配股和发行新股 那么 对于我们新股东 老股东 影响到底为几何 好 我们看一下这部分 重点内容的回顾 第一个点 是关于普通股筹资 它的特点 它的优点 没有固定的利息负担 所以 不会带来财务风险 当然 也不会形成财务杠效益 没有固定的到期日 企业的持有资金 永久使用 无需还本 财务风险比较小 没有固定的资本成本的支出 能够增加公司的信誉 好 自有资金多了 公司的信誉自然就高了 那么 筹资的限制相对较少 这是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相比于我们的债务筹资来说 它的资本成本较高 那么 如果是普通股筹资 营锁的新股东 自然就分散了公司的控制权 如果上市带来信息 披露了成本 那么 增加被收购的风险 好了 这是普通股筹资 它的优点缺点 简单一看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股权债总资 涉及到股权债总资 涉及到计算性的内容 就配股来说 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 是配股除权参考价 配股除权参考价 下面这两个计算公司 我在基础阶段 就反复给同名强调 不要死记硬背 那么 现在对于配股除权参考价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计算呢 它的分子 分子是 配股完成以后 我们总体的股票价值 再次于分母 配股完成以后 我们总体的股票数量 是吧 这两者一相除 这不就是配股除权参考价吗 好了 考同学们相关的概念 请问 那如果说 我们配股完成以后 实际的股价 实际股价 如果是小鱼 这个地方的配股除权参考价 请问 叫什么权 大鱼又叫什么权 小鱼叫什么权 小鱼 叫贴权 大鱼呢 叫做田权 对吧 这个基本的概念 你们要有所把握 好 这是第二个指标 接下来第二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是 每股老股票 它的配股权的价格 这不是股权价格啊 应该是配股权的价格 好 插个字 配股权的价格 那么配股权的价格 怎么计算呢 那是配股除权参考价 再减去配股价格 这是他们 每配股 所得到的一个差额部分 再属于购买一股新股 所需要的原股数 再来就是每一股老股票 它的配股权的价格 这样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点心题目的演练 首先第一道题 是单向选择题 单向选择题 下列关于普通股 筹资特点的说法当中 不正确的是 选择A 财务风险大 显然错误 普通股 我们发行的是股力 咱们有钱多发 没钱少发 是吧 没有法律上硬性的限制 所以不可能形成财务风险 相比 筹资限制相对比较少 自有资金 永久持用 选择C 股票上市会增加 公司被收购的风险 没问题 普通股的资本成本 相对较高 正确 它是一种股权筹资的方式 所以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选择选项A 继续 看下面这道单选题 单选题 股票的销售方式 有自行销售和委托销售两种方式 下面关于自行销售方式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 有自销 也有委托给证券机构 让证券机构来进行销售 想A 可以节省发行费用 当然正确 我自行销售 自己为自己打工 是吧 我们就不需要支付给这个证券公司 相应的费用了 讲理 公司会损失部分的一个溢价 在这个地方 选项B 这不正确 为啥 委托销售又有两种 委托销售 第一种叫包销 这些公司直接拿过去 打个包 包销 那么对于包销来讲 确实 这个发行股票的公司 会损失第二部分的溢价 但是第二种方式是代销 代销不会损失相应的溢价 包销 发行股销的公司 不再承担发行失败的风险 但是代销和自行销售一样 已会承担发行失败的风险 想C 发行公司不必承担发行风险 这错误 如果说包销 是不承担 但是代销的话 已会承担 对于自行销售来说 那一定会承担 发行失败的风险 好 接下来想D 不能直接控制发行过程 都自己销售 自己销售 那肯定能够控制发行过程 所以这条题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选择选项A 接下来看下面这条题 下面这条题 甲公司有普通股 两万股 也采用配股的方式进行融资 每十股配三股 配股价为16元每股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20元每股 假设 共有1000股 股东股的原股东 放弃了配股权 其他股东全部参与配股 请问 配股以后 除选参考价是多少元 就根据刚才的基本思路 配股完成以后 股票的总价是 再是以配股完成以后 股票的总数量 给你们一看 原来有普通股是 两万股 这两万股 值多少钱呢 他说 股权登记日的收盘价20 总共只40万 接下来 咱再一看 有多少股东 参与了配股呢 原来是两万股 有1000股放弃了 所以参与配股的 那还有19000股 参与配股的是19000股 他说 每十股配三股 所以 19000股的老股项 所对应的 这个配的新股 应该是19000再次0.3 配股价格多少 配股价格是16 所以啊 每一股新股 收了16块钱 这个是配股完成以后 这个股票的总体价值 再说一 配股完成以后 股票的总体数量 原来两万股 依然存在 现在呢 我们增加了 19000再乘以0.3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呢 就算说 配股完成以后 它的出现三股价 搞定 正硬的答案 选C 好了 那么 这个价格算出来后 是19.11 这道题 再往下走一走 假设 这1000股 没有参与配股的原股东 它的名字 叫做老王 我问同学们 老王没有参与配股 他的股东财富 怎么变化 怎么变化 老王的股东财富 怎么变化呢 原来它有1000股 每一股的价格20 现在没有参与配股 它还有一千股 但是美股的价值 19.11 是吧 老王没有参与配股 亏大了 那么接下来 我再问同学们 参与配股的股东 它的股东财富怎么变 参与配股的股东 现在 它的股数是多少 参与配股的股东 现在的股数是19000 再乘以1加0.3 好了 这是参与配股的股东 配股完成后 它的股数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 再乘以 现在的出现参考价 19.11 这是参与配股的股东 配股完成后 它的一个手中价值 再减去 它原来的价值 再减去 19.11 原来是2块钱 再加上 为了配股 他们也掏了钱 好 19.11 再乘以0.3 再乘以16 这么就是 原来股票的价值 以及为了配股 所掏的一个资金 这样来 这个两者一相减 就得到 参与配股的股东 它的股东财富 一定是增加 脑王 股东财富减少的数量 就是 参与配股 股东财富 增加的数量 实际上 你看这个股东财富 就发生了转移 好了 这是咱们再聊单选题 继续 看下面这条题 假公司股下 每股4加420 以配股价格 每股16元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 配售10股 人家说 每10股配10股 就配10股呗 对吧 天大地大 不如题目的条件更大 因为有的可能说 那每10股最多配3股啊 根据题目条件来 拥有假公司95%的股权的 投资者行使了配股权 以持有假公司的股票 1000股 没有行使配股权 所以 它的财富怎么样 首先你一看 每股的4加420 现在配股价16 那么 你就想一想 咱们定性的角度来说 应不应该参与配股 从定性的角度来讲 咱们都应该参与配股啊 那以没有参与配股 那它的股东财富 一定是减少的 所以A和D咱们不能选 咱就只能选B和C 我们来算一算 首先第一步 算配股出钱参考价 配股出钱参考价怎么算呢 好 计算公式咱走一个 我稍微就快那么一丢丢 那么现在啊 现在我们假设股数 假设是Q这么多股 那你看 现在我们的股价20 Q 再乘以20 再加上 Q 再乘以95% 这不就是 配股的数量吗 有95%的 股权参与了配股啊 再乘以 再乘以16 这是配股完成后 我们总体的 一个股票价值 再除以 总体的股票数量啊 这不就是Q 再加上 0.95 Q吗 实际上你把这个Q给它去掉 去掉就等于 20 再加上 0.95 乘以16 再乘以 1.95 就行了 这就是 以一股为研究对象 得出下面这个式子 我来算一算 20 再加上 0.95 乘以16 这样得到 35.2 再除以 1.95 这样呢 得到 除权参考价 18.05 元 每股 好了 我们看一下 乙 对乙来讲 它持有了 1000股 没有形成的配股权 现在 它的一个价值 收到差 配股完成后 乙的价值 1000股 再乘以 18.05 是吧 这就是它 配股完成后 它没有形成的配股 这个操作完成后 它的一个财富 再减去 原有的财富 1000 再乘以22 所以你看 减少了多少 减少了 选项币 减少了 1950元 好了 这是咱们 这达题目 正有答案 选币 接下来 往下走 看 下面这道 单选题 下面关于 优先股的说法当中 不正确的是 选案A 与债券相比 不支付优先股的股利 不会导致公司破产 完全正确 与债券相比 不支付优先股的股利 不会导致公司破产 因为优先股的股利 它不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没有哪个股东说 因为你没有支付优先股的股利 所以我找人民法院 让你这个公司破产 不会 但是你不支付利息 对不起 定期付息 到期还本 那可是你公司的法定义务 你实在付不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人民法院线 最终会导致公司破产 所以 不支付优先股的股利 或者说 不支付普通股的股利 不会导致公司破产 但是不支付利息 会导致公司破产 相比 发行优先股 会吸食股东权益 错误 对于优先股来说 有两个优先一限制 限制的就是它的一个表决权 所以优先股股东 那几乎就没有表决权 所以也不会 稀释普通权益 选项C 优先股的股利 不可以税前扣除 正确啊 优先股的股利 包括普通股的股利 都是净利润当中支付 税后支付 选项D 支付优先股的股利 会增加公司的财务风险 并增加普通股的成本 选项D 这也正确 为啥呢 还记得 财务杠杆系数的计算公司吗 EBIT 在除以 EBIT 减去利息 减去税前优先股的股息 对吧 虽然 对这个企业来讲 支付优先股的股息 不是法定义务 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 它还是 每一年支付固定的优先股的股息 固定的优先股的股息 自然 这个企业带来了财务风险了 进而呢 增加了普通股的成本 所以选项D 说法没问题 正确答案 选B 继续 看多项选择题部分 第二道题 以公开方式发行股票的特点用内心 公开发行 在资本市场敲锣打鼓 想A 发行范围广 E 逐而成立资本 当然正确 资金的提供者相对比较多 想B 股票的变现性好 流通性好 这也没问题啊 在资本市场公开发行嘛 想C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知名度 正确 敲锣打鼓 大家都知道 哎呦 这个公司不得了啊 发行了股项 选项D 发行成本低 错误 发行成本相对比较高 所以这要题啊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B 和C 继续 看下面在哪儿 多选题 在我国 配股的主要目的体现在哪儿 配股的主要目的体现在 选项A 不改变老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 因为配股的对象 只能设老股东 选项B 由于每股税率的稀释 通过折价配售 对老股东进行补偿 是的 我们配股的价格 通常要比市场正常的股价要低 这样呢 对老股东进行个补偿 想C 增加发行量 是啊 配股啊 实际上我们是 向老股东配售新股 新股项 所以呢 会加大 流通在外普通股的股数 鼓励老股东认购新股 没问题啊 我们的配股价 一般要低一些 发行的对象 又是你老股东 所以只针对你老股东 用更低的价格 来购买新股项 所以这条题啊 正确答案A B C和D 好 接下来看下面再到 多项选项题 多项选项 下列关于优先股的说法当中 不正确的有 选项A 相对于普通股股东 优先股股东 享有优先的表决权 说五 两个优先一限制 限制的就是 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 选项B 与债券相比 不支付股利 不会导致公司破产 这当然是正确的 刚才但曾经说过 选项C 同一公司的优先股股东 要求的报酬率 比债券人要高 是的 确实要高一些 为啥 高风险高收益 低风险低收益 对于优先股股东来说 把这部分资金 给了这个企业 那么优先股 它是 筹集了资金 自有资金 永久使用 没有还本 这一说 未来能不能支付 逐额支付 这个优先股的股利 这还不一定 所以优先股的股东 他承担的风险 一定高于 债券人 所以他要求的报酬率 也要比债券人高 这没问题啊 相当地 由于优先股的股利支付 没有法律约束 所以优先股的股利 通常不是为固定成本 错误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 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我们企业 还是按照前期的约定 定期 逐额支付优先股 它的一个股利 所以申计答案呢 应该是A和D 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 往下走 看下面再到多选题 多选题 我国的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优先股 在公司上市当中 应该规定 哪些具体的事项 像A 浮动股息率 及其计算方法 错误 在我们国家 不实行浮动股息率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 固定股息率优先股 所以选项A 错误 选项B 优先股股东 获得约定的股息后 不可以参与 普通股东 剩余利润的分配 对选项B来说 这是正确的 我们国家的优先股 是非参与优先股 啥叫非参与优先股呢 说的是 你优先股的股东 你的优先股的股息 在普通股股东之前 来领取 领完以后 就请你离开 剩下的经历任 多与少 跟你没关系 剩下的经历任 那都是人家 普通股股东的 这是 非参与优先股 选项C 有可供分配的利润 必须向优先股股东 分配股息 是的 我们国家是强制分红优先股 如果说有可供分配的利润 必须向优先股的股东 分配股利 好了 强制分红优先股 选项 优先股股东 为主要获取的股息 可以累积到下年度补发 正确 我们国家是 累积分红优先股 也就是说 在我们国家 如果说规定 每一年的优先股 是1.5元美股 今年利润 实在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只发了1元美股 那还剩下的0.5元 那下期有利润 那下期还得发 所以这二题 正确的答案 B C 和D 好 这是这道多选题 往下走 接下来 看下面的计算分析题 F公司是一家经营 电子产品的上市公司 公司目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是一亿股 每一股的价格是十块钱 没有负债 公司线急需筹集资金 一亿六千万 用于投资 液晶显示品的项目 有如下的三个方案 方案一 以目前的股本 一亿股为基数 每十股配两股 配股的价格呢 是8元美股 第二方案 配股 向原有的老股东 募集资金 方案二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 公开增发股下 1600万股 方案三 发行实验器的公司债券 面值呢是每分一千元 限分利率百分之九 每年年末复习一次 到期归还本金 发行价格定为950元每分 好 等风险市场 利率呢是百分之十 看一下它的要求 它的要求如下的 一二三 第一个 如果要是方案一可行 也就是说 我们配股要可行的话 那么其他在 盈利的持续性 现金的股底分配水平 和你配售股份数量方面 要满足什么样的要求 假设该方案可行 并且所有的股东 均参与了配股 计算配股数元参考价 以及每份配股权的价值 好 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下 前半部分的问题 那么在这三个方面 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 第一个 在盈利持续性方面 最近三个快捐年度 要连续盈利 好了 这是第一个 盈利持续方面 最近三个快捐年度 连续盈利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 现金股底的分配水平 最近三年 以现金的方式 累计以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 30% 我在技术阶段 专门强调过 在这儿呢 30%啊 它的分子 分母口径不一样 分子呢 是三年累计 分母呢 是三年的平均 第三个 以配售股份的数量方面 不得超过 本次配售股份前 总数的 30% 好了 这是我们的 第一个要求的 前半部分 下面我们来 计算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是配股出现参考价 第二个呢 是每一股 老股票 它的配股权的价值 好了 计算公式 在这儿 相关的资料 在这儿 来 我们首先 计算配股出现参考价 那么配股出现参考价 怎么计算呢 它说啊 配股价格是8块钱 好 现在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是1亿股 1亿股再乘以 每一股的价格是10块 这是原有股份 它的一个价值 再加上 我们配股所募集的资金 我们配多少啊 我们是 每10股配两股 所以 我们现在呢 一个亿 再乘以20% 配2000 再乘以 我们的配股的一个价格 8块钱 实际上获得 1.6个亿的资金 好 再除以 配股完成以后 我们股票的总数量 原来是1亿股 现在 又多了 2000万股 这样 我们的配股出现参考价 搞定 配股出现参考价 9.67元 下面 我们要计算 每一份配股权的价值 咋计算呢 好 跟我们一看 这等于 9.67啊 好 跟我们一看 现在 我们的配股价格呢 是8块钱 8块钱 就可以买一股股下 买完以后 一系列操作完成后 手中的股票是 9.67元了 再减去8块钱 然后再除以 我们每配股需要5股老股票 所以再除一个5 这就是每一股老股票 它拥有的配股权的价值 0.33元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 如果要是方案二可行 这在净资产税率方面 要满足什么条件 因尊心的 公开蒸发新股的定项原则 又是什么 好 第二个呢 我们直接 蒸发新股 在净资产税率方面 要符合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加群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 不得低于6% 那么 扣除 非经常损益 扣除之后和扣除之前 以两者较低 作为我们的计算依据 看下面 公开蒸发新股的发行价格 不得低于 公告 招股一项书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 或者前一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 好了 这是咱们的第二个小问 第三个小问 根据方案三 计算每份债券的价值 判断 已发行的债券 发行的价格 是否合理 并说明理由 那么第三个要求 完全是我们第六章的相关内容 你们看 价值好不好计算 好计算 这样平息债券 定期负息 到期还本贝 每份的面债是一千元 一千元再乘以 它的效面利率百分之九 再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则限利 等风险的市场利率百分之十 系数十七 再加上十年以后 本金归还 一千 再乘以负利限制系数 则限利百分之十 系数为十七 对吧 这样利息的限制 加本金的限制 这样算出来 938.51元 我们现在 你发行的价格 想卖950 对不起 卖不了这么高 是吧 你要卖950 人家投资人一定不会干 投资人算出来 咱们的价值 938.51元 你卖950 说明 你这个发行价 确定的就不可理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小问 第三个小问结束 我们这道计算分析题 也就到此结束 好 谢谢大家